南投县公立动物收容所依照规定 最大收容量为300只犬猫 最近因为收容数量爆满 在进行外围扩建的工程 并宣布即日起暂停收容新进的流浪动物 家畜疾病防治所所长唐家勇表示 将仅对于有攻击性的犬只进行精准捕捉 以维护民众的安全 南投县还有其他的七个县市 有超养超收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被列为必须要予以改正的一个情形 最近我们就公告一直到今年的5月31号以前 我们对民众不想继续释养的犬只的一个收容 会予以暂停 那针对确实会追咬人车的一个影响到 用路人安全的部分 我会采精准捕捉的方式持续的去做处理 自从流浪动物零安乐死的政策 从2017年上路后 公立动物收容所就面临收容爆满的情况 县议员陈汉立希望新的收容所 能尽速扩建完成来安置需要安置的猫狗 那这段时间我们也呼吁说民众呢 有养这些小动物的时候呢 请尽到自己的责任之外呢 我们鼓励大家来多打晶片 那希望说我们可以对这些流浪犬做到最好的这些控制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说我们的新的收容中心可以盖好以后呢 可以再帮协助民众呢 把这些流浪动物做安置 那这段期间呢 也希望我们的民众可以多多的包涵 那如果这些流浪动物呢 有危险的行为的时候呢 再打给我们的动物防治所 目前南投县公立动物收容所 基于人道精神已不再扑杀流浪犬 在扩建新的收容中心之前 呼吁四主不要恶意弃养 并最好植入宠物晶片及防疫工作 爱宠物也保护大家安全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